邓君姐 我觉得 你现在还是应该 多注意休息 毕竟是 一托二嘛 你怎么知道的 您别介意啊 那天在律所门口 路过 听到了 怀员也没什么的 就不要跟大家说了 我 我当然知道 你放心吧 毕竟孩子的父亲 是清禾的带走 习家 怀孕了 该做事情还是要做 我把钱安合同 整理好给我吧 好 曼君姐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和你的 谢谢 我今天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那么紧张 还有那个戴静杰 明明那么喜欢孩子 为什么对孩子的事 毫不在意呢 我跟你说话呢 还有什么事情 比佟卓瑶更重要啊 你刚才说什么 阮门君怎么了 我说孩子是佟卓瑶的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个孩子是戴静杰的 你别再怀疑了 我随便你说嘛 我当然知道了 也真是佟卓瑶的 他能跟你订婚吗 你再这么胡说下去 我这婚人真的订不成了 哎呀 我怎么可能去胡说嘛 我就是觉得奇怪 从我进正清的第一天到现在 戴静杰就没有去照顾过 阮门君 孩子是戴静杰的 阮门君又帮亲合作法务 那夫妻开店合情合理啊 为什么他们要避嫌 他们到底在顾及什么呀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不管他们有什么问题 既然阮门君自己都承认了 这个孩子就是戴静杰的 那也得让佟卓瑶相信才行啊 反正你看好佟卓瑶吧 从现在开始 别让他们再见面了 那天在律所门口发生的事情 就是铁定的事实 嗯 这个我知道了 嗯 要是怀孕的人是你该多好啊 那这个结婚的事就简单多了 嗯 我一定会的人 谢谢大家 我一定会篇了 总考不上 好 而且好多应酬要同时出现 这个你应该理解 应酬 也要一起应酬到后半夜吗 我费了十九小时我累了 你和我说过你不爱他的 可我们还签过合同呢 我费了 满女 怎么了 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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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三百万比不上一句解释 为什么要把自己假装 成一副执任钱的样子呢 我只不过想他安慰我一下 他居然拿合同来堵我的嘴 你走那么多天没有消息 我只是想他跟我说 他忙 骗我一下 可是他现在连敷衍我都不愿意 多多 你今天觉得自己这么美确 为什么还要继续爱他呢 我愿意证明了 诅咒你 我愿意都得不到幸福 可能有些人 注定和我们在一起 半军 你给我听好了 你给我把儿子好好养大 我还等着他养老送终呢 好 你和我们就是一家三口 半军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好了 您好 您好 看一下这个吗 这个是七脆精华果油乳 特别好用 是吗 您试试看呀 您好 欢迎光临果本 七脆精华果油乳 欢迎体验 我怎么瞧就成这样了 这位小姐 您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小果油 超水润 超水润 超补水 特别好用 有什么产品可以让我容光泛发 我们果本主打高质量的果油护补品 好多产品都很适合您 帮我把这里通通都包起来 好的 这位小姐看上去就是追求高品质收获的人 我们果本正在开拓新的经营模式 打造美妆与咖啡馆结合的果本Live馆 您可以把这当成一份副业来经营 也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 当您事业有成时 会变得更加美丽 更加自信 您可以回去好好仔细研究一下 金姐 老爷一直昏迷不息 再忙也抽空回去看看吧 再说 天大的事 也得等老爷醒来再说 我们家的事我自有分寸 我自有分寸 林叔叔 我尊重您 叫您一声林叔叔 作为我外公的秘书 我也希望您能尊重一下 尽量地别干涉 我跟我外公之间的事 好吗 对 我是老爷的秘书 我是来通知您 医院提出的任何治疗方案 你都得驾驶签字 二姨 是她唯一的家人 请务必尽快去一趟医院 通知到了 谢谢 好 再见 带总 我说了 别过来烦我 是阮律师来了 说完我该说的 我就会走了 站住 这两家公司付款期还有点时间 到时候我会提醒你的 这两家公司 本周就要付款 如果不付款的话 可能会收到律师函 话说完了 我走了 站着 我走了 公司说完了 聊聊此事 我替你瞒着同桌药 说这孩子是我的 连上谢也没有 你不都是为了你自己吗 行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了 或者同桌药知道 也无所谓 对吧 你不会说的 你要是输了 你就输了 工作座 我是律所指派的法务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 从我回家 休息 照顾好自己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我现在 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不像你 那么孤单 不像你 夫人请喝茶 范姐 董哥回来了 您去休息吧 好 不是说回来给我送药的吗 药呢 不是说回来给我送药的吗 药呢 我可能着急出门忘了拿来 明天我让季东送的 刚好沐晨马上回来了 让他再给您好好看一下 你明天把沐晨接回来 就直接见到家里来 我给他把房间都整理好了 别再住酒店了 妈 其实我想让沐晨 你带他去吧 也许钟老的病 他会有好的建议呢 谢谢你 妈 谢谢你 妈 谢谢你 妈 其实 跟钟家斗了半辈子 我就是怕输 可是最后 我们都输给了时间 输给了医生 所以 趁现在还来得及 替那些逝去的人 尽一点小心吧 其实感情的世界里 一直都容不下战场 在你谋划输赢的时候 其实本身就输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要再说 阮曼君的事 你不要再提了 我不会答应的 我会想知道 我会想知道 我们去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 空间 我会想知道 变成 你 是 是 喂 阿姨 佟夫人 打扰了 有些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明天十点 我们见个面 喂 您是长辈 喂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有些话 卓瑶永远不会跟你说 所以 只能让我这个当妈的代劳 您寄给我的离婚协议 我已经收到了 而且 我也签过字 我知道你恨我 你不过是出于尊重 才和我坐在一起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已经离开卓瑶了 您不用再见识我吗 我已经离开卓瑶了 你自己的儿子吧 这些照片的作者另有其人 你也认识 戴总 金润连同三家公司 一起告咱们欠款违约 这是法院寄来的起诉书 好 给阮女士打电话让她过来 好 在这儿打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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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所播调的用途 静姐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我每天都跟她一起在金河上班 我做什么她再静止不过了 那是因为她知道 我需要这些照片 可是她根本就不知道 你让我离开金河的事情啊 她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给您呢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 她凭什么接管金河呀 那是因为她是钟立涛的 外孙 你的意思是 她是钟文的 对 她是钟文的儿子 是卓瑶同父异母的弟弟 更是借着你和冯博文的关系 利用她陷害同事 让卓瑶一直陷入困境的那个人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自从她回来之后 同事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而你 在她和卓瑶之间 不仅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甚至 你还是她的帮凶 我 我 可卓瑶呢 因为她不愿意看着你家在中间为难 所以她一直在隐瞒真相 她为的 是让你可以毫无负担地 把自己置身试完 所以拍这些照片之前 卓瑶已经知道靳姐是她弟弟了 当然 而且 只会跟我走 那您告诉我这些做什么 我 我已经离开卓瑶了 离开 阮曼君 你和洁白的那些小把戏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且这样做反而会让你们三个人 更加难受 更加受伤害 所以 所以你想再用一张支票把我赶走吗 当然不是 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继续纠缠卓瑶 只会让她更加为难 而且她们两个人会因为你 加深她们之间的仇恨 但凡你对卓瑶还有一点欠 我希望 你可以出面 让戴静杰放手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愿意做 那你只能自己去告诉卓瑶 你根本就不爱她 劝她彻底对你死心 劝她彻底对你死心 让她 不要再被你拖累 喂 听着我不管你在哪儿 马上来惊合见我 懂吗 喂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知道金河被告了吗 马上过来 自从她回来之后 同事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而你 在她和卓瑶之间 不仅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甚至 你还是她的帮凶 喂 喂 你怎么在这儿啊 喂 喂 我 我知道你现在晚上有客人 所以特地过来想请你吃个晚饭 可以吗 免费助理可不想失业 你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那个不能走路绞生病的 不能签合同的人 她昨天晚上在给别人当司机呢 你能不能不要同情性泛滥了 你的脚消息好了 还是从来都没有受过伤 她凭什么接管金河呀 那是因为她是钟立涛的外孙 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软板军帮你做的 不是 是我们起做的 不光这个 还有上次曝光材料的那个备养文件 也是她帮我做的 我要是有能力让你进公司的话 为什么让你去做前台呢 你好 你的新同事戴静姐 请多多关照 你好 你好 你几点了 你现在才过来 为什么要骗我 我骗你什么呢 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你不应该叫她一声哥哥吗 她告诉你的 我 那么想知道 好 我告诉你 没错 是吗 我们两个人 同一个父亲 但是不同的命运 他 同桌遥 养尊处优地活了二十年 我 在一个臭云烂夏的小村里面长大 我记得我外公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我以为他会把我接回家 当他走的时候 我偷偷地爬上了他的车 我觉得可以回家了 但我没想到开到一半 我就被扔下来了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 我就不想跟你讲了 因为越讲我越会痛苦 总之我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所以我不可能认他 我懂了 所以呢 所以你回来就是为了报复对吗 我回来是为了拿回本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那我呢 你把我当什么 你报复的工具对吗 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工具 为什么要利用 印尼公司的假资料 你的脚伤 去同事公司送外卖刚好遇到你 去同事公司送外卖刚好遇到你 还有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不顾危险地救我 从一开始 你就是处心积虑 在接近我对吗 然后利用我对吗 从一开始 就是因为我爱你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我想尽办法留处理 就这么简单 我爱的一直是他 和我爱你一样 这是我的权利和选择 之前的带听见去哪儿 说好了一杯子我好了 我再也不会觉得我愧对于你 你 我是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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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澄 今天怎么劳烦彤彤彤 亲自来接我了 激动呢 受不了你辞职啊 林医生已经到了 我们俩现在马上过来了 不回家吗 我有一个朋友等着救命 你快点 贝总 你怎么才来 什么情况 我刚提出金河 要投资的这个方案 他们就要求散会 所以你要再不来啊 我可真是没办法了 来不及了 我自己说 我不同意 停止向金河提供基金 是钟总决定的 就算是金河有新的方案 也要等钟总回来 就是啊 是啊 就是 各位 各位 毕竟呢 钟总啊 还在昏迷 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就是因为只是暂时昏迷 那也得等他醒来 再一起商议也不迟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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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恐怕是 有人想趁虚而入 这样吧 大家都 想多了 咱们把事情说得再简单一点 咱们把事情说得再简单一点 第一呢 我作为钟师的唯一继承人 我非常负责任地 告诉各位伍徒 今天金河所遇到的所有困难 都是暂时的 因为 他为了击垮同事 而击垮同事这一天 指日可待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终时会垄断整个市场 我会带着你们所有人 实现我们的利益 最大化 我都听明白 那要等钟总不在了 大家跟我商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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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对你上 你要清楚 因为这位各方幼儿童 这位各方幼儿童 现在也行 好 那谢谢杨医生 怎么样 经脉回疗受阻严重 心衰得也比较厉害 监狱病人年岁已经很大了 我个人的意见 还是等他醒过来之后 先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看看他的身体状况 能不能接受手术 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老爷这么大年纪 少说的话恐怕 他也是受了严重的刺激 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其实半年之前 哪怕是三个月以前 你们带他到英国找到我 我有办法把他治好了 好 九十年 那行 你看天 ruled 我们不是个冩柔 先走 我们抓到你 你们来干嘛来了 是这样 谁让你走 金姐 彤彤带医生过来看老爷的情况 这位是个医生 是吕莹的心肠科专家 我问谁让你们来呢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中了 我不走 等会儿 这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着点 你当这儿是哪儿啊 是你们同事呢 你们要干嘛来了 这位先生 杨医生的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病人不可以受到任何的刺激 但是现在病人已经受到刺激 导致昏迷 所以我建议家属还是 把关注毒多放在病人本身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你带着你的医生 问得给我的乱不肯定 什么目的 我问你什么目的 这位家属 在明知道病人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 做出不当的举动 导致病人生命垂危 这在我眼里 就是谋伤 我知道 我没什么目的 我和你一样 我希望中了我可以尽快好起来 那我们走 我想告诉你 老爷这次即便醒了 恐怕也出不了远了 我会想起来 如果我看到你 要是高兴 我会做不上的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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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会想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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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尝到过姑妈的手艺了 好想念啊 那你多吃一点 把你的嘴留着多吃一点吧 你多吃一点吧 补补你的脑子 你看你们俩 多大了 一见面就吵个没完没了的 姑妈 我告诉你啊 是她年纪大了 她自己把车停那儿都找不到 你给我闭嘴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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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从小到大都是你欺负她的 明明是她欺负我好吗 她欺负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过你也真是啊 最近怎么总忘事呢 可能公司的事比较多吧 对了 今天我和牧生人去了医院 重了 状况很不好 是吗 那我 你怎么找人呢你 没事吧 儿子 你说 你干吗呢 没事吧 儿子 没事吧 我以为我在医院的事情跟你说清楚 为什么你一进去以后 我外公就去世了 你干吗了 别这么看着我 你说话了 你干吗呀 说话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了 我不管你想不相信 我一直很尊重重劳 我对她没有半点问 你 我说尽你的虚伪 听见什么 我告诉你 为了你想要问 我不惜一切代价 你知道她是我唯一的经验 你懂吗 如果你有什么疑慮 可以配合调查 但我还你有个真相 可是你还有个真相 可我还你也有个真相 懂不懂 你懂不懂 你懂 你懂我懂 你懂我懂 王宣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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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